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继续我们的团团转。 我们上一课讲的是一个增加单元测试,这里面讲了一个如何来增加单元测试,测试函数,还有一些红的用法,如何来测试网络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执行一个,测试一个异步线程,异步测试,增加期望值。 大家在做的项目中,要经常用一下单元测试,在大的工程,大的项目中,这是非常必要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一个上限,就是说我们APP开发好了,如何来提交到App Store? 在提交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开发者账号,这是我们,这是苹果的开发者,一个网站,然后在最下面,我们滑动到最下面, 这里面有一个developer program,这里面可以注册一个开发者账号,比较慢,在等待的过程中呢,我们看一下iTunes Connect,这里面有了开发者账号呢,我们就可以登录,登录这个提交,提交我们IPA的一个地方,叫iTunes Connect, Apple.com,登录成功之后呢,这里面有我的APP,我们点一下,在这里面我们新建IOS的一个APP,这里面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bundle ID,我们可以先注册一个bundle ID,就是说我们在提交之前呢,要有一个bundle ID, 这个bundle ID,其实就是在开发者,一边建一个bundle ID,是我们这里面的这个bundle ID,就可以了,好,比较慢,我们看我们这边,这边还没有去,点一下, 它先打着吧,然后这里面会填写一个bundle ID,它在,好,等一下,这里面如果有的之后呢,会填写相应的信息,这里面,填写一个APP的一个信息,提交一些截图, 然后最后把IPA传上去,提交就可以了,好,这里面看一下,如果我们这些信息都填写完之后,上传IPA如何来传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保证,我们这里边有一个APSDAO的一个证书的一个设置,这里面是进行一个签名,这里面有一个ADHOX,APSDAO它的一个证书,把这个证书写完, 我们发布证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把它选用设备,这里边选择Archive,Archive就可以了,这就是编译我们IPA的一个过程,我们看一下网站啊,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这个网速确实有点慢,这个也是由于它在国外,这个网站反应的还是比较慢一些,好,这个信息正在编译, 这在构建我们的一个IPA, 这个也比较慢, 这里边其实构建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到时候我们得看缺少哪些文件或者是一个图标,都可以去一个查找, 上转完之后,在提交的时候呢,直接点击提交审核,在这里边iTunes Connect中, 那提交审核,这个APP就在审核,就审核过程中去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地方,看一下啊,看有没有打开, 还是比较网站比较慢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自己去试一下,其实前面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总结一下, 再来总结一下,第一步,在这个网址上面,注册一个开发者,账号,个人版,99美元, 大家说呢,这个个人版和企业版有什么区别呢,个人版就是说我们贴到APP store上的一个版本,都是在APP store上可以直接来下的, 企业版呢,就是说为企业开发的,只有在企业里边,不用贴到APP store,用户就可以安装,但是苹果要求呢,这个企业版必须在企业内部进行安装,但是呢,在外边呢,大家有些企业呢,就是直接把这个企业版挂出来, 让用户直接去下载,这种是其实是非法的,但是苹果呢,也不好去行一个判断,你这个安装的用户是不是属于这个企业,所以呢,这种建议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吧, 来申请一个不同的一个账号,大家可能会问了,如果我有了企业版,要不要,还需不需要,我有了企业版,想提交到APP store,还用不用单独申请一个99美元的一个账号呢,这种这是必须要申请的,就是说,有了企业版这个账号,想提交到APP store,你还必须注册一个个人版,就是99美元每年的一个账号, 账号,他们两个是不同的一个区别,好,有了这个账号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开发,或者在设备上进行调试了,调试完之后,如果我们想提交,我们就需要看一下,我们就需要在一个地方,http 看上面,用我们刚才申请的这个账号登录,登录到这上面呢,就可以填写,APP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包括介绍,版本,还有一个功能的一个介绍, 就是一些还是介绍,版本,它是拿个版本,然后还有可能有一些网站网址,然后还有一个截图,截图最后,一定要有的一个,如果你是有登录信息呢,要有测试账号,给苹果注明,因为它需要进行一个测试, 这是,这是上边,签写完之后呢,我们第三步,这个版本已经建出来了,建出来之后呢,我们在我们的插扣的里边,对应好,对应好,untrb.id,还有我们的一个发布证书,发布证书, 最后,最后就是我们,对应好之后呢,就是我们下一步就是我们的一个构建,这有构建,bunduid,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工程里边,这里边就已经出来了,构建出来了,这里边就有一个,看一下,我们这里边就有一个,这是bunduid,然后还有呢,还有一个证书,发布证书,发布证书的一个, 这个设置,就是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app-stop,你要使用哪个证书来进行发布,这个证书的生成,我们就在这里,就不再讲了,如果不熟悉呢,可以去往上搜一下, 它这个完之后呢,这里边就出来这个,这个信息了,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检查,看它是不是有错误,检查完之后呢,如果没问题,我们就把它提交到app-stop, 好,那这里边选择的时候呢,它会在我们app-stop上,跟我们的一个根据bunduid,在这上面,把它并起来,我们就不看了, 在这上面呢,跟我们这个版本,还有我们的这个app对应上,如果我们这里边没有生成,没有建立好这个app,这里边也不会出来,也会,也不会提交成功, 所以先需要在这里建好这个app的信息,然后提交的时候呢,大家才会把这个ip提交到这个app的一个介绍关联上,好, 好,然后就是提交,然后就是提交,提交完了之后呢,第三步就是回到,那就是在iTunes, iTunes, connect上呢,将建好的ip,进行一个提交,提交完这些信息之后呢,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一个app,就变成一个审核,审核,冷戴审核状态了, 审核了,审核通过之后呢,我们的app就正式的上枪,就是在app里边就可以搜到,可以看到了,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 那里边大家可以去看这里边,因为我没建好这个app,所以他说说你这里边会没有一些对应关系,那这里边就不是了, 好,你看这个大概的一个上线的一个过程就完成了,可能在提交的过程中, ip上传的过程中,大家可能会遇到,传完之后呢,在iTunes, connect中,看不到这个ip,有几种原因,也是我以前遇到过的, 就说我们这里边呢,有一个build id,这个一定要是自增长的,就是增加的,增值,把它值改变一下,再提交一下, 再再提交一下,看看里边是不是有,第二点,第一点,就是说,提交IP在中,看不到,解决,那就是说,提示你上传成功了,但是在ip里看不到, 第一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需要修改build,那版本号,重新上传,第二点,检查我们的工程中,工程是否支持arm64,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这里边,如果不支持,它也是什么看不到的,第三点,就是说,还可以换一下, 插扣的版本,我现在遇到一个,就是遇到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插扣的6.4上,传完,传了好多, 都传不上 传完之后提示成功了 但是在IteamConnect中看不到 我换成插口的6.3提交一次就成功了 所以说他有时候 这个插口的版本也可能有问题 就是说建议大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按这种还是一些经验 最后如果实在都解决不了 就contact us 就是联系 联系 苹果支持了 技术支持 给他们发邮件 这个contact us 就是在我们 刚才那个IteamConnect的里边 有一项就是contact us 在里边描述你的问题 给苹果发邮件 发留言在这里边 好的 这个上线的过程 就是这几个步骤 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自己多去走一下这个流程 走一次就明白这个过程了 好的 那今天的讲的这个上线过程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给大家看看 线的 我给大家看